贵股银行本周三意外宣布 由于投资组合发生巨亏 将发行22.5亿美元股票 以增强资本状况 此消息引发银行股重挫 贵股银行金融集团3月10日盘前暴跌69%后 宣布停牌 该行周五被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关闭 并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硅谷银行拥有约2090亿美元资产 为了保护受保险的储户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创建了盛克拉拉储蓄保险国家银行 在2020年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期间 硅谷银行用无息负债购入了大量固定收益债券 而此后美联储的大举加息 导致这些低率率债券价格下跌 将资金存在硅谷银行的科技企业们 也争相要求提款 因此其资产段就开始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缺口 硅谷银行总部和分行将于3月13日重新开放 俄罗斯3月9日晚对乌克兰各地发动 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 打击了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 并造成至少9名平民遇难 而乌克兰东北部的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停电停水或没有暖气可用 基辅表示 这波攻击包含6枚匕首及音速巡异导弹 是俄方最珍贵的武器之一 俄罗斯国防部称 这次大规模导弹攻击是为了报复上周 在俄罗斯不良斯克地区发生的袭击事件 这场袭击有两名平民遇害 莫斯科认为是乌克兰破坏者发起的 乌克兰情报部门则表示 其没有参与其中 3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 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 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 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 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 三国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加强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 当天阿曼、土耳其、里巴嫩、伊拉克等国 均发表声明 对三方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称 美国欢迎任何结束野民战争和缓和中东紧张局势的努力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鼓励沙特和伊朗直接会谈 以缓解紧张局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欢迎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 并对中国协助相关协商表示感谢 3月10日 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当天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方案中提到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 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 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 组建国家数据局 优化农业农村部职责 完善老龄工作体制 中国老龄协会改由民政部代替 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 国家信访局 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精简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 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简 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 通过13个方面的改革 加强科学技术 金融监管 数据管理 乡村振兴 知识产权 老龄工作等重点领域的机构 职责优化和调整 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有利保障 拍摄